此父应从众多异门而正思为 为如自不虽自一次紧去一驴 然人数及完毕所至 为宰杀故如谦所杀羊 等步步移时渐进死亡 今天菩萨就说 作业从来都没有停过 此作命不断很难再减少 一陈在剪辱 一天一天在门 一天一天在门 有一个天 没有什么机会 什么方法 让你能够贪心 有一个人用逻辑来思考 我们一定会死 何人不死 有关练习无常的杜力 在寿命中有减两世无常杜力 这个发问 他就说 你收命都有减 没减少 你可以用很多的比喻 人世间的方式来减少 一定会死 甚至没减少 还让你每天在宵宰 人家做事也会死 生不死就对了 柴嫗还是死 他用了一个比如说七步 那是你七步的时候 现在用 biri 我们们在乘母舌 這子牽一根毛子,一種手持住,這個毛子不就行了, 就是這樣, 人家要抬鯰,因為廚房沒有抬多, 由這些年期就看過了, 這隻鯰子要放幫你那一台時, 它有一個主宰場, 你為你的家帶在你家, 或者是買鯰的人, 你家有鯰要鯰賞到的, 是不是他在你們家比較安穩 但是他翁市長的路程 是不是一天他帶給死亡的便宜 那個解鎖 那個人的力量就帶了 所以我們的生命 從生到老 是不是一天就帶給死亡 但是他沒有發現到 他覺得不死 他覺得不死的時候 是不是在欺騙自己 就是在說 要讓你了解那就是藏 他在說不上就要讓你了解上 下去就有一天最極的場子 變到夢想 因為他不會死 不會為安逢死人的這存病 他就說 第三種他就說 師於生食 亦無懸暇 修妙法 皆定會死 為眾人治如前所說 而喜長編 然 亦不因智慧有暇 他在第三 師偉一定會死在那裡說第三 他就在說 他說 他說生的事 或是時間 沒有空閒的時間 來修行法的內涵 也無法侵犯 要考慎也不可能 是不是這樣 為了三人打拼 世代人也沒看這樣 為了三人打拼 還沒分兩岸隔離 是不是 他要家庭出問題 都為了錢 為了打拼 出問題 心肝痛 才會奔倒 還不然 換一機 手腳 是不是 那是怎樣 因為看都沒有反應 所以人家站不住 心肝痛 對心肝 人家都在抓心肝 現在是對心肝 就是這樣 都為了現實案 沒有時間 人家會修法 但是 節定會死 一定會死 死不再是天 隨時會來 所以 事為生命還活的時候 我們現在還活活 身體還不錯 剛才還清潔 應該要去修 這是重點 縱然 自如前所說 雖然 剛才有說 出貨禮可以二十個 二十百歲好不好 就 兒戲長編 活到一百歲 這樣有夠長了嗎 也不可以 心肝的觀點 也要正確 也不可以想說 我現在還有時間 他還要做一個時間 因為我可以換一百歲 時間 但是你今天 我說你不會死 你還有時間 明天在你的兩頭 說我還沒死 我還有時間 還有一百歲 我還沒死 是不是這樣 他的兩頭就是這樣 心不可怕 就是這樣 所以人家說 要改變一個人 就改變他的心 因為這個個性 和雍性 你把它改變 是不可憐的事情 因為習慣性 這可以用一個譬如 如果回到我們家 做工作 做到要死 然後呢 我們先開屏幕 不然就開電視 大部分都知道這樣 你開屏幕也沒什麼作為 大家看一下 習慣性 不然電視 像我 像我以前 還沒出機之前 我等到我們家 問打開 會打得到 電視打開 走 就走去便宋 第一次看來看電視 不是這樣 不然要看他 也要開在那裡 因為覺得比較老烈 習慣性 習慣性 習慣性就難習慣 露胎金銀 此中半數為穴覆蓋 十年完治 戀年衰老 醜嘆苦憂 急珠 肺腦 一人斷面 從生所生 多百疾病 其內非營裂 其內非一 一人斷面 在露胎金 裡面就在說 我們的子生 如果還可以多一百歲 有一半的時間 五十歲就對了 都在睡 沒有 可以收音的 只有五十歲 如果多一百歲 五十歲都在睡 百歲相信嗎 你看我們二十四十千萬 讓我們睡八十千萬 有人睡十十千萬 五十歲當中 這是有時間人會睡 但是這樣做什麼 靠掉十歲 完治嘛 就是說 你那時代 沒有事情 你比較有可能睡 不可能嘛 十歲就對了 那靠掉十歲 四十歲嘛 再靠掉 戀年 戀年就是說 年紀輕輕的時候 那二十歲 會以後就對了 那個時候呢 在打拼手藥 靠掉二十年就對了 這樣呢 頭頭靠掉十歲 還靠掉二十年 這樣算幾歲 都二十年而已 然後呢 他就說 他說 他說 因為中間 為了 老人衰老 衰老的時就是怎樣 現在 中年過了快衰老了 年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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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想 tr 因為 從小到大都沒在想 過多隔節的快樂 一檯麵就炊燈 炊燈奈 看電視 那有些人呢 他就是 醫療 抓到外面 看人家人過人究竟 看不懂 他也悶得快樂 你說給他人物也不可能 說給他想 他也不可能 又靠到十年 那些年紀大 我們業者 為了家庭 出問題 為了要出問題 有些事情,朋友的作惠還出問題,解決這些事情就對了 有很多障礙,讓你沒用,靠掉 隆重的,由世上到中年中間,少年中年中間,因為到老 所有的時間,靠掉 剩幾年,就四十年了,就剩十年 一百五十年了,老的時候,沒有幾句話說,老人家作惠沒什麼意思,因為說都說過了 老人家說過了,他聽不懂,因為都要聽他的 所以老人家就開始說過了,過了就是,我老闆對我不好,不然我太太對我不好,我去那些人給他 他開始來抱怨,憂愁,還在做歐陽,老人家又不想再做歐陽 所有的必得如何呢? 醜嘆苦憂 煮肺腦 就該怎麼寫出來 斷面的意思都耗費時間 你把你休閃的時間把他斷掉 所有的從身上所生的疾病呢,各種喔,不是只有一種而已 你身體不好,老子急急壞掉了,就要看病 那你看病呢,你是不是要花時間? 花時間呢,剩十年了 我們今天都要多一百歲 如果聖神的時候存在五年喔 他就說了 七哥八義言,六十年中 除氣身腹,睡眠疾病 極能修法上午五載,沒五年 這個大陸說的東西 他們的時代都要多六十歲 就當中會十歲的人就對了 他說喔,除氣我們身腹,身腹就是吃飯的事情 身體是不是要吃飯 要讓我們身體的用 所以,正讓飲食的事情 為了這個事情在忙 還有睡眠,還有疾病 所花掉的時間,能夠消化呢 還不到五年 這樣是要想什麼? 你說你念什麼,念得起了嗎? 你檢查你一天一個做什麼 你念的是三萬星,你念 你念的是他心裡有幾乎嗎? 不一定你念十句,十句都沒有幾乎 是不是這樣? 你說你能夠王先生,請問可以去念嗎? 不可以去 我就是這樣檢查 我說啊,我可以去 我很想要去,但是現在還在六年 這個比較老實的檢查 如日憲法一切圓滿 已臨死時,為成念禁 如醒覺後,戀於夢中所受安樂 若死厭低,定當到來,無人遮止 何故愛著憲法期望 無事思議,多起試驗,截斷必修 必須修行做法 他就,你照著他這個刺帝這樣來想 你就想,啊,這樣要快點來想 你內心就有決定了 他說不論你寫命多久 讓你多一百歲,但是現世上的,現世上的,你在鄉修一切都要往往 到臨中的時呢,變成什麼?回憶的戀進 一種的做夢,會黎建議 可以做回憶而已,跟臨中 你這四人多錢,賺多少錢,你幫助很多人 但是呢,那種呢,跟你往生呢,要世上都沒有關係 要往生世上就是你兩頭想要整個世上的阿彌陀佛 就想要往生世上,這兩條要抓得對 你抓得對,你抓得對,你想到你過去做好事 做好事,你兩頭就沒想要往世上,你就想到好事在快樂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只是世上的所得的,所以一切鄉修一切都很晚 但臨中的時,變成年輕了,可以給你回憶,輸涼涼 像是說,平常是在做夢,穿上錢的,一張夢,那個快樂一樣 時間在過,很快樂 感覺到過期到現在都沒有存在 可以讓你感受到這兩頭,但這兩頭都在太過期了 不實在 你應該要為到你後世上會打拼 對 死亡厭敵一定會來 這個嚴重龍一定會來,一定會死亡 他來的時,我沒辦法做紙,沒辦法動就對了 你拿錢黑,黑線也沒辦法 你可以用當頭子把他拿起來沒辦法 也沒辦法 是不是這樣? 你再叫請觀光的收聲也沒辦法 等我講,因為死時暗夢 你要請客寡言來幫忙都沒可能 心中不好,換身腳學的能夠存亡 但是你也會死 為何,你這樣想想的時候 是怎樣的,那會被淘汰 四天一萬年就過去了 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 淘汰了 獨自思維以後 如果這樣想,有一個脈絡 越想你就越難看,我會被淘汰了 我現在不是比較聰明 所以法官,我一定會來修喚 他這種心呢 來修喚就很有表現 來歷史無常就開始寫出來 加尼家書 忠義言 無憑民始祖 無意殺士夫 現前來殺害 自學犯異性 故此極抱擁抱 猛見無錯妙 乃至未設喚 當情修自立 加尼家書就是那個龍術佛冊所寫的 心有書裡面 他這寫有一個構文 就說,無憑民心的嚴慮十足 業力就對了 他說,他沒有主彼性 你跟他說什麼 他的心態也不會落下 你跟他IQ 還沒說 要感冒就對了 業力就對了 這個十足的嚴慮就是我們的業力 他無情 無情無情的 他隨時會來探戀 會來獵戀 殺死 這個師父就是優情 他一定會把這個優情抓走 想到希望要來台安的時候 有帝府的人 所謂放逸 虛度此生 有帝府的人 他看到這個東西 比較適合 所以他會讓這個 相反人生 這個人生 空過 無受傷 固執不至於悲心的施主 所以這個無悲心 無主悲心的這個 那些 危險惹惹 他非常的爆裂 很惡心就對了 怎麼一段感情就對了 說 都肯親 肯親都不會把他生 和一段機會給我 就沒有 用猛力的弓箭來 無錯妙的射來 猛力就是很有力 很強 這些都沒想到 他打來 好